明年仍然需要一個比較保守的 不過保守之餘 如果有4000點波幅 你買到底位當然好 沽到高位亦大家都開心 但如果大家很多時的投資或組合 就不能夠一注獨贏地做 我仍然覺得50%會浪在低位 例如941宗移動 有7、8、8、9的地息可以浪在這裏 我覺得內銀明年有一個重複的出現 因為現在大家太過集中說內房的股值 內房也壞漲 怕在年底開始大舉要 銀行就要作出一個撥備的出現 但內銀這麼多年來講 就算最差的那一年 即是去年疫情這麼差 很多地方讓利 亦有很多公司曾經要倒閉 但他們所有要撇賬都不認真大幅增加 兼加派息亦派回一樣 如果計算股價已經增加不少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用收息 除了941宗移動內銀能 是其中之一比較好 哪些可以加入呢 剛才我所說的汽車股 這股不是普通汽車 如果是新能源汽車 我想如果大家是比亞迪利 唯一一隻可以選擇 如果有機會在明年年初 這個時間有250至260元的水平 不妨可以吸納 我明年看是340至350元的水平 我剛才所說的息也要繼續收 不妨在REIT方面選擇多一兩隻 近期一直是因為公股下降低的 月秀房地產信讀基金 是405元 這隻股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公股股價有3.3元 錢的水平是值得吸納 我想明年應該看回報率 如果你計算利率有7厘 應該有機會上升4.5元的水平 這些REIT可以選擇多一兩隻 本地的應該可以選擇陽光 房地產435 這些價位亦可以 雖然他們利率沒有405 月秀那麼多 但都堅持有5厘左右 在香港以及寫字樓的物業 有九成多的Return 我想這隻都算是表表者 零售方面我亦都喜歡 啤酒 估我喜歡 華潤啤酒 雖然現在都貴了 新貴已經上了不少 但以它來說 現在市盈率仍是有高 可以調整的出現 這兩年都是高增長 高增長是甚麼 利潤高增長 因為它已經由低中端 已經由中高端 低端有 但低端的利潤 都沒有現在中端 和高端那麼厲害 去年看到利潤率 其實是增加了 即是賣新的策略 在高價啤酒 其實是將利潤率 賣少了貫的數目 但它的利潤增加了 這些股份一兩年 一定是跑贏大市 非常適合 而且還是ジャン 智下上下 市民集團 密集團 我們不斷划絲 沒力氣 即是 資訊 ETNet專業版HV-II股票佈價系統 幫你動蝕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即可申請 那